今次的專家團訪講 對於爭取早日逐步有罪通關 是指為關鍵的 我非常高興在這裡跟大家公佈 我們在昨天已經收到來自港澳辦的通知 這是第二次兩地就住防疫情況對接的會議 將在這個星期四 即是後日在深圳舉行 同樣地香港的團隊將會由政務司司長率領 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訊息 討論讓兩地人員可以免檢疫來往環 因為最大的考慮就是 會不會為雙方兩地的人民帶來一些感染的風險 並不是某一方提出了一些難題去阻礙另一方 不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就經過了一次對接會議 一次視像的專家交流 一次四日的專家的考察 專家對於香港防疫工作裡面的看法的問題 都是得意澄清 他們亦都可以看到實際 究竟譬如在香港機場 是怎樣去處理這些較高風險的人士 抵抗之後怎樣檢測代行 去確保如果是受了感染 是第一時間可以將它識別得到 亦都看到一有一個懷疑的個案 可能在潛伏期曾經在某些地方出現過 我們的強制病毒檢測的範圍 是挺廣泛的 第一時間來自發生的 就在某些地方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